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给我家小宝贝做顿饭 这家伙好多天没吃这个原鸡蛋了 最近一直给他们吃的东西 那个鸡胸肉 最近最近没吃的味道 给他吃这个鸡胸肉吧 这家伙就不吃狗粮了 两块鸡胸肉吃饱了 饭量太少 也不能天天给他吃那个 所以 今天还是给他 吃这个 原鸡蛋拌狗粮 换着口味给他吃 咦这个咋这么难撕开 宠物元气蛋 这个是元气蛋 干干干 应该是干类的 那边还有蛋黄啥的 还搞碎掉 跟狗粮混在一起给他吃 调好 嗯 先把它搞碎掉 然后再跟狗粮拌在一起 再给它来一勺这个去类痕的粉 好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我去这找也是这样 这肯定卡子肯的 今天才发现 好了 现在已经中午的12点半了 然后我们就得先去吃午餐 吃完午餐 然后出发去夜场 这两天太累了 昨天晚上也没写作业 今天中午写的 我俩都是今天中午写的作业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没发 中午发了两个 还来到最佳 昨天在他家吃的还可以 今天还记着早上也在吃 还坐这里 好了我们今天的午餐 点了一个蛋炒饭 蒜苔肉丝盖饭 因为底下打底的是蛋炒饭 上面是蒜苔肉丝盖饭 但是这家的饭 往这边这个量是太大了 这么大一盘 哈哈哈 好多 他们说 新疆这边就得大饭 味道还是不错 好了我们开饭 月龙的也端上来了 我去这么多肉 这一份真的太失败了 好了我们吃饱喝足了 这里的一份真的是太大了 我俩都没吃完 这我俩这饭了 那一份得吃两顿 下来 下来 你瞅啥 下来 下来 你瞅啥 叫你瞅眼听不到是吧 那你飞弄完我们走吧 嗯 估计还得半小时 没事 来到这边就暖和了 衣服装用这个羽绒服 已经换成这种短的了 哇 这个区那个车 就为了躲个碱碎带 从这个土路差点翻 新C 这是从新疆去西藏 也是一个新C 我就肯红闹 就想明白一个问题 我们穿越那个无人区三百多公里 连个加油站都没有 这摩托车咋开过去啊 他们也没带上备用油箱 不吃了 我操的心里有点多 好了 我们现在该收拾的该忙的都忙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今天呢 行驶里程一百公里 我们今天只到达叶城 这个夜城这个县啊 我们这个老板 吃饭 饭店的老板说 夜城这个县 在新疆的所有的县里面 还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我们决定今天就少走一点路 因为这两天在无人区走的太多 太累了 所以今天就开个一百公里 到夜城 在夜城住车一天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谁也要回家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悄然无踪影 爱情 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总让你遍体脸上 刚刚我们在加油站把那个油补满了 这边只有零号 因为应该是这边人 不是这边人 应该是这边的天气就暖和了 谈看这些小女孩都穿裙子 穿那个短袖了 所以这边我越走就越暖和了 零号的话 现在这里加油是6块3毛钱 昨天加油还9块多 这一下便宜了3块钱 感觉差距好大 前面好像有一个检查站 这边都是维吾尔族了 这个检查站好奇怪 一人给我们发一个编号 然后呢 这有一个带检车道 在这里面 就特别像那个车过年检的那种感觉 哎呀这个路有点真的是够烂的 消杀车间要杀毒好像是 我们把窗户关上 第一次过这种案件 应该是这边疫情的原因吧 还是疫情的原因 现在这边有个杀毒车间 然后我们在排队 一人发了一个编号 应该是拿这个编号去里面整车 杀毒 然后进新疆 应该是这样子 要下去登记 这边有一个采样登记室 它这里是行驶证 驾驶证 身份证 手机 手机应该是看那个 看绿码的吧 然后全部都登记 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消都车间里面 刚才去登记完 然后现在进到这个消都车间 真的是真的是这个层层关卡 刚在那边做完各种登记 然后在消都车间里面 又做完登记 又检查完车 从那里面刚出来 拐开弯 这边警察又在检查身份证 又在检查车 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 好多